自主自由的绘画创作可以缓解生活压力 还可以启发创意,发挤自我潜能 以Art Jam为主题的自作画室 前后投资近60万,目前基本收支平衡 但利润微薄 负责人期望以多元化,富有趣味性的体验 令大众重新认识艺术 将艺术创作视为休闲娱乐活动并融入生活 当初觉得有趣就开始了 但做一做就发觉 其实澳门现在越来越多人想找不同的东西去做 尤其是亲子,可能家庭都想找些东西做 给小朋友接触一下,除了书本以外的东西 其实发觉在澳门开始有这个需求 澳门青年的叶家协会表示 Art Jam在澳门发展时间不长 今期个案选择公客未必是最好 因为很多时候搞艺术 尤其以艺术生产的业务,需要有环境气氛 宁愿选择较偏远,但环境较好的地方 经营时间方面,如果是租用地方应该尽量利用 有足够客员和人手,应该尽量延长时间 另外建议可以尽量利用活动吸引客人 根据资料,经营者很多时候会搞一些合作的活动 这个方法十分正确,同时可以增加曝光率 和吸引新客人 基本上和澳门所有做文化创意的人一样 都是挺有困难 虽然有这个需求,但因为政府这么多年来 有很多免费或者很低价的兴趣班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这件事和那些是一样的 又或者我们有很多持续交易的免费 所以大家就不是很习惯将这件事变成一种商业的生意 所以其实可能在价格上或者价值上 客人就会觉得不太值得 所以其实我们一直有这个商业经营的困难 中银中小企服务中心表示 由推广艺术创作到化为一盘可以持续经营的生意 并不是容易的事 非政府主导之下的商业运作盈利空间 和市场有待开发 澳门文创相关的小企业要生存 除了需要发挥无穷创意 还需要加上良好的人际网络和宣传推广手段 文创一旦成为商业企业 需要有核心业务和竞争力 定位和生存空间值得深思 个案办亲子课堂及走出去的策略 可以做到一定的推广效果 澳门的艺创气氛未浓 参加自作绘画者 期望比自作更多 除了提供平台和环境 主办者应该适当引导 集体创作互相启发 个体创作的结果和成品 进行交流 经验分享相当重要 宣传上其实最大的主要宣传 始终都是Facebook 因为我们接触的人群 就算是亲自也好 都是比较年轻一代的爸爸妈妈 其实大家都在Facebook、WeChat 都会在这一方面主力集中 一些可能传统上的传单或者海报 如果是比较大人的活动一些 我们都会用到的 生产力器科技转移中心就表示 要突破紧着于收支平衡的状态 今期个案不单只留住旧客 还要拓展客源 个案企业可以按照客户取向 作适当的部署 例如除了提供自作绘画 可以考虑开办教画课程 又或者在不同的媒介 进行创作彩绘 例如环保袋、酒杯 又或者其他日常用品 令创作不再局限于画布 可以将艺术带到生活 建议个案企业不要局限于一家 art jam 自作画室 而是以创作工作方位定位 照力拓展机构客户群 和不同类型的组织 包括企业、社团和学校 合作举办员工、会员、学生活动 希望可以越来越多人看到这个价值 其实画画 可能亚洲社会会比较觉得 是一个不重要的东西 但其实艺术是一种表达自己的内心 是一个很好的舒缓的一件事情 就算你不知道也好 但如果你肯专注去画一两个钟头画 其实你心里面会有很多的情绪 其实会抒发出来 是大家不知道的 而对小朋友来说 也是一个很好发挥他想象来的东西 字幕志愿者 这个问题 web.com 开心